郭少 很窮的 郭少家裡貸款還很多 這個 換你懂類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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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哇喜郭少 我是郭少 佛系YouTuber郭少 即上年期開啟了 凡倍音樂的企劃 那我們今天有什麼內容呢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重為一個推廣者的角度 其實 我一直在嘗試提升 半倍音樂跟半倍伴奏者的高度 因為像我覺得有些人就是貶低這個行業 自己貶低自己這個行業 甚至說 在修輔大碩士的時候 就是叫做 還有聽到我本專上面的法規上直播 他就 還蠻粗糙的 他也甚至是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是大家接受的 傳統文化不一樣 傳統文化 他有他該職的保存 雖然他也有該創新 那最近呢也有在籌劃呢 就是因為 台藝國藝系主任的鼓勵下 也剛好是我的俗工 現在是擔任中華佛教神器會的余事長 他有跟教工 還有跟我父親我師父討論過 然後想要成立東法佛教半倍推廣的行為 主要就是來整理 不管是基本的外聲 本身的曲調 從基本的譜啊 把它寫出來 然後把字列上去 把蠻眼 然後把法器什麼敲 寫上去 形成一個規範 因為我認為現在的 工程規範上 有點不以致 但是以後就希望說 大家想要學習 半倍唱的時候 半倍伴奏和音樂 至少有一個依據 更有一個參考 也希望如果有志同到合的粉絲朋友 就是一同多多參與 然後給你一次教訓 對於這個 一無妖怪院子呢 其實我在做的 各個中間 就是關係企業 現在的網伴學院嘛 情人學院 還有新產表演坊啊 跟現在愛挖型頭 我覺得就是真的 很奇妙啊 繞了一大圈 還是回到自己 真正本分該做的事情 這個頻道 這麼好的平台 就來推廣這些啊 我可以結合 廣班學院 情人學院 像我們情人學院 都會舉辦訪會 新產表演坊呢 也常常像我們 與進途院這樣的合作 那也可以藉由頻道 來這樣跟大家分享 推廣介紹 所以一開始 我只會介紹說 頻道最初 在創立的時候 其實沒有想到 繞了一圈 還是回到自己最初衷 自己最該做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 非常感謝 一種諸佛菩薩 然後跟 這幾年 跟媽祖 很有緣 然後跟我的恩師 我的恩師 陸佑 栽培下 讓我這幾年的經歷 想清楚自己 到底該做什麼事情 我的初衷是什麼 我的初衷是 我想要推廣傳統文化 傳統藝術 傳統音樂的美好 甚至說 讓外媒音樂 可以 對更多人的看法 更多人的喜歡 更多人的參與 更多人的參與 在這個 我碩士的時候 讀這個西樂的指揮 也因為種種的因素啊 然後 我選擇了 轉學 我轉到 台一大的國樂器 我們的大學路上 主要其實是因為 我們傳統戲曲 然後跟 反面音樂是傳統的 傳統音樂 在西洋音樂的文化下 比較不被看 那也不能怪 台灣人都純陽沒完 我沒有在 恭喜誰 那我選擇回到文化學校 繼續去鑽研 然後為了可以同時進行 不管是在實際作為 在實際的操作上 跟文化學問上 都可以為這個 推廣傳統音樂來做提升 那也非常感謝 主上的安排 在我們 起源學院 就要去年 年底大佛安座的時候 我邀請國樂器 現在的系主任 蔡兵恩的蔡主任 然後也在巧兒 知道說其實主任 對這個 佛教音樂 漫背音樂 有研究 那 在跟主任聊天 情況下 主任是不要 例如 來追蹤我們家裡 漫背音樂 這個家業 回首期頻道 剛開始創立的事情 其實現在也沒想到 真的繞了一圈 我覺得應該也成為 不差那個領域 經歷落耳 才有成長 很奇妙 然後我覺得很像 郭少傲的奇妙旅程 現在想起來 我人生最初 就是在做這些事情 那為什麼頻道 剛開始創立 我沒有想到 我們要做這些事情 甚至說 以前頻道也要一直想起話說 我們這個要拍什麼 這個要拍什麼 現在不用啊 我只要把我生活上 我工作上 平常生活上的東西 經歷不起來 來做推廣 那不是就是一個 很好的企劃嗎 我覺得 一切 真的要經歷過 才會想通 那也非常感謝 大家的支持 接下來呢 對於 帆貝音樂推廣會 的什麼想法做法 那其實 在做法上呢 已經有 很長一段時間 都有持續 藉由我 像我們企劃學院 每每辦法會 都會結合 從頭 文藝的行業 從頭 做表演啊 金劇仇聖 甚至是 北館 或是北館 甚至是我們企劃學院 廣漫學院 最有名的 大家都知道是 範輩半鐘 這個長期的企劃 你會期望 就是說 用無話寫過照的頻道 來做 結合 結合 廣漫學院 請人學院請到北館 甚至說 來時不時的開啟 還沒一個人的介紹 還沒一個人的介紹 還沒一個人的教導 還沒一個人的推廣 最後呢 我想要說 這個宗教呢 除了五位人心 勸人向三個的用力 那其實它還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使命 就是 傳承 教育 那教學 也要有一個教的人 跟音樂學人 他才能形成 所以我會希望說 範輩音樂 範輩唱 範輩 半鐘 除了在宗教的角度 大家也可以 以傳統藝術的角度 去推廣它 去看待它 而不是覺得說 宗教法會 就是應該很莊嚴 實際誠誠的 然後就 一定不能半鐘 我覺得 講坦白一點是 你們見識了 還不夠多 沒有沒有沒有 但我是希望說 大家還是 減少半巴 我覺得你可以先去了解 到底是不是 這是有 或者是是不是沒有 然後你再來去 提出你的 看法跟想法 而不是說 你以後認為 就是你看到的 試整案就是怎麼樣 不對的 剛好藉由這個企劃呢 跟大家重新的三號 就是 大家講到關係齊悅 好像身邊很多朋友 都覺得說 因為有去過我的樂團 有的是台北講堂 新展開放 然後大家覺得 但是我家的財產 其實不是啊 樂團也是部署在講堂 也非常感謝這個姻緣啊 就是讓我可以在這裡發展 然後讓我去發揚 然後也非常感謝 除了菩薩 跟貴昌師父 然後跟講堂的師父們的照顧 那大家都會覺得說 哇 付貨戴啊 不用工作啊 家裡用不有錢 樂團也是我的啊 其實那個不是我的 那些樂器呢 也是我慢慢的就是 拉贊助 甚至是自己也有投資 很多錢下去 那其人覺得 現在還在貸款啊 也不是我們家的 就是我們去幫忙扶持 幫忙去經營這些道場 所以大家不要再有誤解了 那到現在其實在推廣這個 如果有錢 當然有錢好辦事 如果講的 剛剛建筑約的法會 我就自己籌錢自己來頒 那就是沒有錢 才會做得更清楚 所以還是遇到種種的困難 甚至是很多的誤解啦 然後雖然這些誤解很好笑的 就藉由頻道跟大家解釋一下 國少很窮啊 國少家裡貸款還很多啊 你這個 換你懂類啊 而且你想想 我吸取學會一堂課才 你看國少還要來支援 頻道的這個經費 當然特別再只感謝 社長師傅 長期支持下 不管是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有心出心 有idea出idea 那如果沒有師傅的這個 支持下 可能頻道只會繼續 完了 就已經停止了 那非常感謝師傅 那也希望大家 都會分享出去 我們才不會做得更辛苦 那頻道最後呢 我想再講就是 對我而言 我不是什麼音樂家 也不是什麼藝術家 更不是教育家啦 你看我講到那我砍一路到 就知道我就不太會教 那我是因為我覺得就是 就是三個字可以幫助 希望傳統藝術傳給文化 甚至反對音樂 反對伴奏 可以讓大家 藉由頻道 從知道它 認識它 了解它 喜歡它 然後到參與它 去學習它 那這樣我覺得 一切都會很值得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的頻道們 有動力 可以一直做下去 那雖然這支影片出去 不代表本台立場 就是我個人的言論啦 那也有可能 講不對的地方 歡迎 前輩們 來指教 掰掰 掰掰